说曹操曹操就到,一直惦记得九皇子回来了,快传,皇上忍不住性色,儿子拜见父皇,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快快请起,皇上一张溺爱九皇子,连忙走下龙榻,将明林扶了起来,见少年虽然风尘仆仆,却安然无恙,总算放心了一些,九皇子此时心急,也顾不上平时的那些毛病,接着说道,父皇,儿子有重要的事情禀报,哦,皇上心中微臣,本能地以为是不好的消息,没想到明林眉宇一阳,兴奋地从怀中拿出遗物。 回父皇,而陈前几日视察途中,感染了瘟疫,本以为会再也见不到父皇和母妃,没想到却意外获救,并讨到了可能医治此次瘟疫的药方,皇上听闻,这心也跟着七上八下的,听说他无事,还得到了药方,龙兴大悦,这是真的,皇上不可思议地想接过药方,旁边的太监却抢先接了过来,过了自己的手,再交给皇上,去,宣太医,皇上对于九皇子的话,向来深信不疑,看着这一张薄薄的纸,仿佛承载了万千的希望,老九, 这药方是如何得来的,在去宣太医之时,皇上忍不住询问道,明灵浅笑,如实回答,侍尔臣当时病重,恰巧昏迷在霍家的庄子外,这份药方,便是霍家嫡女霍天心研究出来的,霍守成的女儿,皇上有些不可置信,据他所知,霍爱卿的儿子和女儿年龄并不大,没错,父皇。 正是霍天心在一股急中借鉴而来,年仅十三岁,皇上惊讶,随后又哈哈大笑,霍守成生了一个好女儿啊,若是这份药方,真的能控制这场疫情,那么对霍家来说,绝对是大功一见,十三岁的女娃娃,皇上默默念叨,突然想起什么,看着明灵哈哈一笑,久而可知道,这霍天心,与你是什么关系,明灵一愣,什么关系。 她只知道,霍天心的母亲是长公主的女儿,也是她的姑母,可她想歪了,皇上倾咳两声说道,这是本想晚一些告诉你,不过既然你们有此缘分,说了也无妨,这霍天心与久而你,可从小就定了婚约,这是只有你母妃和长公主知道,长公主身份尊贵,就连她这个皇上都要给几分薄面,明灵看着自己父皇那遮遮掩掩的神色,眉心一跳,嘴角却忍不住勾了起来,原来,这小丫头与她还有这层关系,这是不要告诉你母妃,皇上又补充了一句, 随后一本正经地坐在笼椅之上,急待地,等着太医的到来,明灵明显已经心不在焉,脑中再次浮现那张故作成熟的小脸,心中有种悸动,之前她只是觉得喜欢,并未深想,如今得知,那个小丫头,居然是自己的未婚妻,竟有种不真实的感觉,从未想过澄清之事,不过若是对象是她,似乎并不排斥,甚至还有些期待,明灵的胡思乱想中,太医院的一行人匆匆而来,他们已经拿到了药方,为首的,曾太医跪地叩手,微臣恳请皇上, 让微臣见一见研制药方之人,其他人也激动地效仿,想他们这些老头子,战战兢兢地研究了数日吗,也没有得出结论,如今看见着这个方子,可谓是眼前一亮,尤其其中一位没听说过的药材,爱亲们请起,不知你们可得出什么结论没有,曾太医见九皇子也在场,起身行了一礼,厚重的蓝色官服一板一眼, 启禀皇上,微臣们商议这个药方可以一试,只不过,我们对其中一个药材不甚了解,市面上并没有出售,所以想要引荐一下,这么研制药方之人,曾太医等人,都认为这药方应是一位世外高人所致,可没想到,九皇子接下来的一番话,差点让他们惊掉了下巴,回复皇,而臣这就去把霍天心接进攻,霍天心,众人疑惑,皇上悠然一笑,想必诸位爱卿想象不到, 研究出这个药方的,正是霍守城的嫡女,霍天心,十三岁的女娃娃,鸦雀无声,众位太医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皆是不敢说话,去吧,若是这药方,真的能拯救我大巢百姓,那么,朕必定重重有赏,而臣告退,九皇子转眼离开,留下一众人心思各异,话说另一头,在这霍天北和霍天心的马车,刚刚停到霍家的门外,霍家门口的侍卫出声呵斥道,你们何人,这里禁止停靠,霍天心秀门一鸣,望着这些生面孔, 出声呵斥,谁给你的胆子,本小姐也敢拦,哼,你是谁,侍卫明显是新来的,不消地瞪着霍天心,这丫头年龄不大,穿着也宿静,一看就不是什么大家小姐,霍天北跳下了马车,将霍天心拦在了后面,你们瞎了吗,大小姐也敢拦,霍天北的声音并不大,但是眉宇间却有种不怒而微的气势,可能察觉了不对,两个看门的交头接耳,这两位不会是大少爷和迪小姐吧,不可能,听说那两个染了瘟疫送去庄子了,怎么还能好好地活着回来,除非, 二人一对视,更加不能放他们进去,夫人有令,如今瘟疫蔓延,闲杂人等,不准入内,霍天心吃笑一声,霍天北忍住动手的冲动,你说的夫人是谁,当然是二夫人,大夫人早就不管是了,两人自豪地答,霍天北脸色铁青,去通知我父亲,就说霍天北和霍天心回来了,真是他们,对不起大少爷,迪小姐,这夫人有令,据说你们二人染了瘟疫, 为了府中上下的安危着想,更不能放你们进去,这是有家不能回了,霍天心眯着双眼,霍天北早就怒气,抬脚就想向那个沈若秋的走狗身上踹去,可眼前一暗,有人快了他们一步,只见九皇子不知从哪走出来,抬脚就将那两个恶仆踹到在地,你这臭小子是谁,这是霍府,信不信我们老爷夫人把你关进大牢,一见有人硬闯,从门的后面又走过来几个榜大妖元的侍从,眼见这些人和九皇子发生冲突, 霍天北想要上前制止,霍天心一把拉住了他,轻轻地摇摇头,霍天北瞬间明了,兄妹俩站在原地旁观,看着那些小丑一样的人,在九皇子眼前搬弄是非,小爷今儿算是见识到了,九皇子一身白衣,似笑非笑,那些侍从还想上前,只听一声浑厚有力地怒吼传来,助手,霍守城正巧下朝,办完公务,就见家门口一处混乱,微臣见过九皇子殿下,霍守城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一听,是九皇子,门口的人瞬间, 门口的人瞬间傻眼了,有眼尖的,立马去禀报二夫人,沈若秋,九皇子原本是欣赏霍守城为人的,可今日一见,不由地讥讽出声,这就是霍大人的家风,霍守城老脸一白,庶母当家,嫡子嫡女都被人关在门外,霍大人,您可真是本朝第一人啊,这话应该怎么说,确切点地叫做宠妾灭妻,九皇子奉眼威骚,浓浓地嘲讽,霍守城的一张脸,这会儿可谓又清又白,不知九皇子来霍府有何贵干,他弯身行礼,这九皇子是当今陛下 最宠爱的儿子,他来这里,应该绝非偶然,九皇子哼笑两声,开口道,霍天心研究出治疗瘟疫的法子,父皇想见他,没有给霍守城的反应时间,九皇子已经站在了霍天心的身前,走吧,进宫面圣,霍天心淡定地点头,心里对这个父亲多少是有气的,若不是他的粗心纵容,前世今生,他们母子三人都不会落得这样的下场,霍天心跟着九皇子走了,霍天北得知,母亲病重这段时间,一直是由沈若秋管家,对霍守城也心有不满, 镜子朝院子里走去,御书房,霍天心站在殿中央,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皇家里,皇上看着这小丫头,虽然年近十三岁,却出落得格外水灵,外加对方眼底那淡定丛容的神采,更是心生满意,霍天心,这个药方究竟是何人赠送啊,回圣上,这个方子是天心从一本古籍上借鉴而来,本想着舍命一事,没想到居然真的成功了,哦,皇上有些半信半疑,曾太医却觉得蹊跷,但也只有这个原因说得通,一个十三岁的女娃娃, 那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惊天医术,霍小姐,老夫倒是想知道,这金银花为何物,又是从何寻来,霍天心见一个颇有年纪的太医问她话,摇摇唇,看似特别实声地回答,回大人,这金银花,是小女从画本子上看来的,说有一位神医,一日从山上采得一神奇药草,可退热,止痛,消肿,消炎,还可治疗一病,尊称为神草,那一日,哥哥本抱着必死的决心, 可小女不甘,便上山去寻,果然在一洞口内,寻得此仙草,名为金银花,霍天心稚嫩的嗓音有理有据,众人虽然不可思议,但是也只有这样才说得通,良久,皇上一拍案板,大跃道,霍家丫头,若是此方确实有效,那么镇定重重有赏,谢吴皇,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霍天心宠辱不惊的表现,皇上尤为欣赏,仲太医突然有感发,难道他们真的是老了? 由于知道了霍天心是他未婚妻之事,九皇子更加肆无忌惮,回程的马车上,明灵坐在霍天心的对面,一会摸摸他的小手,一会在他的脸上蹭两下,别提多欢快了,殿下,男女有别,霍天心简直是又气又急,这九皇子进了一趟宫门,回来看他的目光,便越发肆意,仿佛自己已然成了他的囊中之物,嗯,是有点小,明灵的目光若有所思地划过某处,霍天心咬唇,扭头不去看他,用力地搅着帕子,恨不得将他一脚踹下去,登徒子, 霍天心的确还小,明灵虽然心生喜欢,可以知道,他们的婚约还要等几年才会被提及,我可以叫你仙吗?九殿下突然改变了策略,一手支着下巴,目光阴切地凝望着他,霍天心的心里,默默翻了一个白眼,九皇子殿下,小女不过十三岁而已,他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堂堂一代皇子,欺负他这个小娃娃,真的有意思吗?有意思,九殿下看着他那娇俏的模样,突然想起了母妃曾经养过的一只波斯猫,明明是乖顺的样子,却时不时会, 伸出那个锐利的爪子,霍天心心想,若是知道九皇子这个德性,他可不可以选择不救他,丫头,你知道有一句话怎么说吗?明灵长腿一伸,慵懒的样子,似乎带着媚态,霍天心扭头,不忍直视,救命之恩无以为报,应当以身相许,这口吻,就连门口的阿祥都差点栽倒,自家爷这是怎么了,霍小姐才十三岁啊,九殿下,能不能别开玩笑了,明灵以为霍天心不知道他们有婚约仪式,正斗得欢快,可霍天心却因为这一句话, 盘算着怎么取消这段婚约,为什么开玩笑,虽然你小了点,可是本殿下等得起,反正他也不着急成婚,能陪着他一起长大,倒也是件愉悦的事,小女可不敢当,霍天心摸摸鼻子,心道,这霍再过几年心心大变,也不知道到时候还记不记得他这好人物,放心,以后你绝对当得起,九殿下挑挑眉,肆意嚣张,霍天心拾去地不和他半嘴,马车晃晃悠悠地走到了霍家的门口, 明灵也不再挑逗他,在霍天心逃离一般的背后说,若是日后有解决不了的事,可随时来九皇子府找我,话落,随手扔出一个物件,霍天心本能的结果,是一件玉佩,马撒片刻,对方的马车已经走远了,九皇子这句承诺,便是要给他做靠山的意思,霍天心谋色复杂,收好玉佩,匆匆离去,当霍天心回来的时候,便发现,回来时的那些守卫已经换了,霍守成 霍天心从霍天北那里了解了一点情况,心中欢喜,没想到,熙儿年仅13岁,便能有这样的际遇,熙儿,回来了,霍守成得知霍天心回来,立马出来迎接 霍天心眉眼眺眺,行了一礼,熙儿见过父亲,快起来,好孩子,霍守成去扶,霍天心已经避开了他的动作,父亲可是有事,霍天心问道,霍天心的小脸,虽然恭恭敬敬,可是霍守成却发现,这孩子的眼底,少了以往的那些崇拜与清静,这让他心里默然一痛,又想起九皇子的那番嘲讽,心生愧疚,熙儿,这要方真的是你研究出来的,还有进攻,皇上怎么说,他也是担心霍天心年龄小,万一出了什么纰漏,霍天心微微凝眉, 圣上说,这要方的效果如何,还是要试过才知道,况且这要方是我从一本古籍上借鉴而来,并不是女儿的功劳,古籍,霍守成疑惑,可霍天心却没心思敷衍她,没错,父亲如果没事,女儿还要去看望母亲,霍守成知道,这丫头可能还因为刚才那一幕,心里不满,抚了抚她的发迹,让人送她离开了,看来,她的确对这对儿女关心太少了,自从霍天心和霍天北去庄子的那一天起,沈穆秋病倒了,这府里的一切事物都落在了沈若秋的手里, 来到母亲的院子,沈穆秋正依靠在床上,霍天北也在这里,知道他们兄妹没事,她这心情也放宽了些,母亲,霍天心瞧着母亲还有些病态,忍不住想到前世母亲离开的时候,心里一酸,一头扎进了她的怀里,希儿,母亲还以为,你们不会回来了,在儿子面前,她不敢表露什么,可以看见自己这乖巧的女儿,眼泪忍不住一了出来,母亲,希儿不是答应过您,一定会将哥哥带回来,母亲对不起,让您担心了,对了,母亲,我给您的信收到了吗? 沈穆秋摸摸她有些消瘦的脸颊,宠溺的点点头,收到了,收到了,虽然看了信,可还是放心不下,扑,霍天心破涕微笑,乖巧地蹭蹭沈穆秋的手背,有母亲在的感觉,真好,母女俩寒暄了一会,沈穆秋便留霍天心一起在这里用膳,见时机差不多,霍天心试探地问了句,母亲,听说现在府中的一切事物,都有沈若秋管事吗?沈穆秋听闻,慢慢地放下了筷子, 你应该叫姨娘,别没大没小的,虽然训责,可沈穆秋的话语并不重,随后说道,母亲病重,你姨娘还看望过两回,是霍老夫人让她掌管的,见母亲的样子,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妥,霍天心的脸色,却是沉了下来,母亲,你觉得姨娘的为人如何? 沈穆秋不明白自己这小女儿是怎么了,仿佛带着浓浓的怨气,想了一会说,她这人除了有些小心思,应该还算不得坏的,起码对她还算尊敬,其他的事也能帮得上忙,就是昕儿落水一事,让她心生芥蒂,霍天心思来想去,觉得不应该再瞒着母亲,尤其是母亲的身子日眶欲下,深呼一口气,霍天心示意母亲将屋内的丫鬟都治了出去,昕儿,有什么话想和母亲说,沈穆秋拉着她,霍天心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母亲以为姨娘生性不坏,你可知道, 今日仙儿和哥哥回府,却被沈氏拦在门外,不得进,若不是九皇子及时前来,女儿和哥哥,就有家不能回了,更别说见到母亲了,还有这事,沈穆秋震惊,霍天心接着说,其实女儿落水一事,就是沈氏搞的鬼,那个绿瓶是她的人,还有哥哥,她从小习武,素来强壮,女儿不相信,她会平白无故染上瘟疫,女儿前些日子,偷偷看了些医术,在庄子时特意询问过大夫,母亲,您如今的身子,恐怕不是底子不好,定是有人下了虎狼之药, 而这府中,谁还能在母亲这下要啊,哐当,沈穆秋没想到,自家女儿会说出这样一番话,回不过沈将桌子上的碗筷,一并碰到地上,霍天心知道,沈穆秋会相信她的,除了她重生这件事太过蹊跷,不敢说出之外,其余她所知道的是一一道出,母亲,原本父亲已经答应,让哥哥在后院养病,听说就是沈氏去求了老夫人,这才逼着父亲将人送走,女儿担心,哥哥在庄子上会遭人毒手, 这才跟着一起去,沈穆秋曾经贵为郡主,心智并不蠢,早前便觉得,心儿自从落水以后就怪怪的,原来竟藏着这么大的隐情,沈穆秋怒急,一掌拍在桌子上,随后将霍天心从地上拉了起来,心儿,是母亲没用,让你们兄妹,差点遭人毒手,又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母亲,见母亲终于相信了自己,霍天心像孩子一样哭了出来,母亲,最重要的是,您要调理好身子,霍天心最担心前世的事情发生, 这也是他忍不住河盘拖出的原因,沈穆秋眉目毅然,整理霍天心枯乱的病脚,眼珠子带着一种射人的魄力,心儿放心,从今以后,母亲一定会好好护着你们,不会让你们再受一丁点的委屈,可就在此时,有人禀报说,沈若秋怀孕了,霍天心眯眼,果然如此,怀孕了,便想把毒手伸向她的哥哥了,母亲,没事吧,怀孕了,竟然怀孕了,看来她是早有筹谋,怪我明白的太晚,沈穆秋若有所思,母亲既然知道了沈若秋的蛇蟹心肠, 便也不急于一时,霍天心安慰着她,嘴角勾起一抹罪人的笑意,沈若秋怀孕的消息传到了沈府,沈若秋的亲生母亲是沈府的妾室,得知自己的女儿再度怀孕,当然是异常的高兴,在寝室过长公主之后,便下了拜帖,准备去霍府探望,长公主便是沈穆秋的亲生母亲,也是沈家的正妻,这一日,长公主带着沈若秋的母亲来到霍家,大量的补品和药材运到了沈若秋的院子里,长公主留她们母女说话,听说沈穆秋前些日 日子生了一场病,便前去看望,沈穆秋的院子里,知道自己的母亲要来,沈穆秋特意打扮了一番,夫人,您今天的气色不错,随身摸摸在一旁夸赞道,沈穆秋笑笑不语,长公主此时走了进来,女儿见过母亲,沈穆秋吟吟一礼,长公主如今年过四旬,可是一张脸保养的尤为细致,竟没有一点褶皱,一身华丽的酱色袍裙,外搭一件白色披肩,金丝凤雨摇曳,雍容华贵,快起来,哪有那么多虚理,长公主宠溺地看着她们的 看着沈穆秋,眼里暗暗打亮,气色虽不错,但是还是太受辱,这不是想您了吗?沈穆秋讨好的说,你呀,自己儿女都不小了,居然还撒娇,沈穆秋哥哥一笑,长公主环视一周,询问道,北哥和新丫头呢?对那对外孙儿,长公主是尤为喜欢,沈穆秋笑笑,他们一会过来,知道您要来,说要给您准备点惊喜,哎哟,这两个小东西,没让我这个外祖母白疼她们,长公主简直笑开了话,提到自己的这对儿女,沈穆秋自然也是幸福满满, 母女俩闲聊,不出一会,长公主眼见地发现了些端倪,沈穆秋见状,命人下去准备膳食,穆秋,可是受了委屈,长公主毕竟在宫中混迹多年,如何能看不出女儿的异常,沈穆秋咬咬唇,坦白说,母亲,实不相瞒,是女儿有眼无珠,轻信了他人,差点还得北哥和新儿失去了性命,长公主眉目一瞪,倒吸了一口气,涉及到那两个孩子,她还未弄明白事情,便已经动了火气,是谁?沈若秋,沈穆秋咬牙窃时,接着一会,母女俩闲聊,不 一一道来,想到当初,她说,守城污了她的清白,那个时候,女儿虽然不高兴,但也信了她不敢说谎,这么多年来,她一直夹着尾巴做人,就连圆房,都是女儿逼着守城过去的,说到这些嘛,沈穆秋更是心痛,暗骂自己的愚蠢,前几日夕儿失足落水,醒来就换了人一样,女儿虽然多心,可是也没太往心里去,后来北哥又染了瘟疫,沈穆秋边说边哭,总算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长公主已经气得脸色发青,大怒地拍向桌子,这是, 你为何不早些告诉母亲,本以为,她母亲是个老实本分的,她也坏不到哪里去,结果既然是个不安分的,长公主怒不可遏,可偏偏,她现在怀了孩子,沈穆秋纵使是恨,可也没办法对一个未出世的孩子出手,长公主神色变幻,这时,门外的丫鬟,来通报,说是沈若秋带着她的母亲看来看望,沈穆秋看了母亲一眼,正正神色,让人进来了,沈若秋的母亲,比长公主小几岁,很普通的装扮,唯唯诺诺的样子,一看就是个本分的, 沈若秋今日穿了一件明年的小袄子,下身是银色钩边的长裙,因为有了身孕,所以精神格外的好,面带微笑,往那一战,气色就剩了沈穆秋几分,见状,长公主更是气恼,视线有意无意地扫过她的肚子,固自地喝茶,切身见过长公主,或夫人,母亲好,姐姐好,母女二人率先行了见面礼,长公主将茶碗重重地放在桌面上,鼻子哼了一声,起来吧,沈若秋笑着垂眸,在长公主面倾, 她的确不敢放肆,这个女人身份尊贵,就是当今圣上,见了,也要尊称一声姑姑,这也是她母亲为何,被压了一辈子,也不可能出头的原因,几个月了,长公主眼皮不抬地问向沈若秋,回母亲,大夫说,已经两个月有余,沈若秋一脸娇羞,长公主啪的一声,长指甲拍在桌子上,沈氏,你就是这么教导女儿的,身为妾室,居然穿得比主子还明眼, 打扮得妖里妖气的,连回话都不看着正事,怎么的,受宠了就忘了尊卑了,沈氏脸色一白,连忙跪在地上,她去拉沈若秋,长公主出声讥讽,跪就不用了,不敢当,万一肚子的孩子有个好歹,还得说是本宫的错,嫡是嫡,妾是妾,永远也别想爬到主子的头上来,妾身不敢,妾身之错,沈氏和沈若秋都低着头认错,长公主哼笑两声,若不是因为她肚子里的孩子,她弄不死她,母亲,妹妹或许不是有心的, 她一直装作透明人的沈若秋,笑着出声解围,看着沈若秋快要哭出来的脸,暗暗讽刺,以前没发现,现在倒是看出来了,这个女人这么会装,你呀,就是太善良,一个庶女,妾身罢了,哪里配得上当你妹妹,这番敲打,沈氏下的胆子都破了,她不知为何,一向和善的长公主这么针对沈若秋,而沈若秋表面笑得虚心受叫,可心里要已经扭曲成了麻花,该死的嫡数有别,她非要有一天,骑在沈若秋的头上不渴, 如此一番敲打,沈氏母女,如何在沈若秋的院子待得下,不一会便借口离开了,而长公主,也在暮色之前,回到了沈府,有了外祖母的照拂,霍天心有信心,这辈子一定会和前世不一样,经过此事,沈若秋心内欲结了许久,傍晚,霍天宇过来的时候,沈若秋才勉强打起精神,母亲,怎么了,霍天宇担忧问道,无事,沈若秋百无聊赖地吃着梅子,心想着的那些事,没有告诉霍天宇,今天外祖母来了吗,她今天偷懒出去了, 所以回来,才得知,嗯,屋内还有些好东西,你有看上的,就搬回去一些,沈若秋对着女儿说,霍天宇眉色一洗,连连点头,嗯,还是姨娘,对我最好了,她走过去搂着沈若秋,却不曾想,沈若秋突然颤了一下,霍天宇心惊,连忙起身,对不起姨娘,我一时大意了,怎么了,是不是哪不舒服,沈若秋刚刚感觉肚子,抽了一下,结果现在又不疼了,应该没事,她扔下手中的梅子,其实这些天,她的肚子时不时就会痛一下,想去请大夫的时候, 又不疼了,冬月内,霍天宇自母亲腕上收回手指,面色忧愁,她要为母亲调理,也有些时日了,均是按照解毒化瘀的方子,不但见不到效果,母亲的身体,反而继续衰败,前世,那些方子,曾得到过无数次验证,就是垂死之人,也被她从阎王那儿拉了回来,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才会让母亲的病,延绵不遇,霍天宇皱眉沉思,想得头都大了,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沈若秋不愿女儿难过,安慰道,母亲的病, 你不是一日两日,服药也不过是多熬些十日罢了,你与天北还未成家,便是要死,我也会熬到你们出头之日再死的。 早些年,沈若秋曾带过一次这只发簪,被霍首成看见,淡淡地说了一句,别致倒是挺别致的,只是迎期素来是丫鬟妾室佩戴之物,夫人不若带魏夫挑选的那只,金蕾丝欠红宝石,双卵点翠布姚维好,自那以后,这只莲花银脚簪便被她收入庄帘之中,不见天日,过去收到沈若秋赐予的首饰,多是金氏为主,偶尔也有珍珠宝石翡翠等物,掺赢的,还是第一次,何况,这还是曾被老爷评价为丫 她还妾世带的簪子,这岂不是在暗潮受赠人的身份,一而再再而三地拿身份说是,沈若秋差点没憋住,胸腔剧烈地一起一扶,喉间不断发出呼呼的喘息声,霍天心何时看过她这般气急又不敢发作的模样,连忙低下头,防止自己笑出声来,还是霍天宇生怕坏了事,不停地给生母打眼色,提醒道,姨娘莫不是太惊喜了,连正事都忘了吧,还不快谢谢夫人,沈若秋一个机灵,自愤怒中缓过神来,心不甘情不愿地,起身扶了一扶,见妾,谢 夫人赏赐,嗯,你喜欢就好,沈若秋刻意忽略,她那别扭的神情,白手道,我也乏了,若没别的事,便回去歇息吧,夫人,最重要的来意还未阐明,沈若秋怎会离开,急声道,见气还有一事相求,请夫人恩准,说,霍天宇逝时出生,母亲,姨娘以事而立之年,再度有孕,甚是担忧,唯恐自己年纪太大,不能顺利为府中天寺,所以,母亲能否恩准宇儿,陪同姨娘到寺庙上香祈福, 未未出世的弟弟妹妹添一分福分,沈若秋失笑,话都说成这样了,若她不同意,岂不意味着容不得这个孩儿的出生,想不到啊,有其母必有其女,霍天宇年纪轻轻的,却也懂得与带玄机的下套了,这样的小伎俩,沈若秋自是没有放在眼里,随意道,速罗,去将对牌取来,给大小姐和若姨娘一份谢夫人恩准,沈若秋大喜过望,与霍天宇对视一眼,满意地退了下去,这香,霍天心已经打开了墓盒,取出野山餐细细观看, 让她奇怪的是,无论是眼观,手摸,鼻纹,口长,都看不出这株山身有什么异样,五行六体均是极好,却是上好的百年老餐无疑,真是奇了怪了,难道我拟定驱除瘟疫的药方,让若姨娘起了疑心,故意拿一株上好的野山餐来混淆试听,她想了想,索性直接用银簪在餐体上挖下一小块,放入口中,入口便是浓烈的沉香,苦味之后是冗长的甘甜,叫人口蛇生精,通体舒畅,沈木秋饶有兴趣地在一旁看她, 心儿可是是出些什么来了,霍天心将口中的渣子吐掉,摇摇头,什么也是不出,这株山身没问题,是株上了年份的好餐,这就奇怪了,沈木秋沉吟了一会儿,自言自语道,她既然这般对你们,应当不想,我活着才对,为何又时常送些异寿严年的补品过来呢?霍天心思索半天,眼睛一亮,速罗,若姨娘之前送来的补品还有吗?拿出来给我瞧瞧,这株山身没问题,不代表以前送的也没问题,母亲的病,并非什么不可医治的绝症, 偏偏这么久了都没有成效,还越来越严重,定然有什么原因在里头,平日里的饮食药物,都有专人严格看管,难以动手脚,唯一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只有私人赠予的物品,除了若姨娘,谁还会恨不得取母亲而代之,速罗很快取来不少补品,清一色都是人参,如木河里,那只百年老餐,还有小半只,其他年份较为普通的,也有十来只只多,霍天心不由的炸蛇,这样多的人参,最小的,都有二三十的年份,若姨娘未免出手太大方, 沈氏的一位远房表弟,是挖餐人,祖祖辈辈都靠人参过活,若姨娘送来的这些餐,都是自她手上拿的,倒也还能承受,沈木秋敲了敲桌子,半开玩笑道,霍神医,这都看了半天了,可看出问题来了,让霍天心没想到的是,足足十二只人参,任她翻来覆去,用尽方法,也找不到一丝不妥的地方,这正是最令人焦躁的地方,明知道母亲的病,与若姨娘脱不了干系,偏偏无论如何,都找不出蛛丝马迹,不能给若姨娘定罪是小,耽误 犯了母亲的病才是大事,方才把脉,她已经感觉到,母亲的身子系不上力了,所有平和稳重的表象,都是强称而已,再找不出病因,只怕,前世的伤痛会再次上演,有记得,母亲是在第一场血来临之际,闭上眼睛的,距今,只剩下半年的时间,想起得知痛失至亲时的悲痛,霍天心经不住红了眼眶,无助地抬头,母亲,心而无能,什么也看不出来,沈木秋如何能见的小女儿,这般委屈自责的模样,心中一酸,将她搂入怀中, 心儿不哭,看不出就看不出吧,母亲这不是还好好的吗,别哭,啊,端着要往前来的小丫头见状,一时间无措地站在门口,不知如何是好,肃心瞧见了,轻叹一声,上去接了药碗,打发小丫头离开,转身道,郡主,是时候喝药了,哥那儿吧,沈木秋眼圈微红,奄奄地提不起精神,有一下没一下的轻拍女儿的后背,霍天心吸了吸鼻子,忽然闻到一种肝中带腥的味道,警觉地抬起头来,肃心,把汤药取过来,沈木秋震了一阵,心儿, 难道这汤药有问题,霍天心没有回答,自肃心手中接过药碗,闭目清秀,片刻后,难难道,五灵芝,蒲黄,当归,赤勺,川胸,陶仁,乳香,墨药,这味药,可是失效散,肃心诧异地睁大眼睛,惊讶不已,小姐,正是失效散没错,您何时学过医术,只闻了一下,便能细辨出每一味药材,宿罗更关注的,是他怪异的表情,担忧道,这味药,郡主已经服侍多年,难道,问题竟是, 沈木秋也眼睁睁地看着女儿,奇葩她的回答,自女儿重生后,多多少少能感到,她与以前有些不同,不再是过去那个沉默修男的小姑娘,多了几分泼辣和锐利,这并不是什么坏事,人总是在挫折中成长的,何况除了这些性格上的小变化外,她依然如过去那般娇憨可爱,令人疼惜,唯一让沈木秋感到不解的,是她突然多出来的医术, 就算是照着医书自学,也需要长期与药材接触,才能达到闻汤药而知道配方,很显然,长期待在内宅的霍天心,并没有经常接触药材的机会,那她是如何做到的呢? 这些话沈木秋没有打算问,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机缘,若是女儿愿说,早就说出来了,既然绝口不提,想必有她的难处,虽然被女儿隐瞒会有些难过,但是换一个角度看,也证明她成熟了许多,变得沉稳内敛,如此于未来要嫁入,皇家的霍天心而言,是好事一桩,不知道,母亲一瞬间,便赚了许多心思,霍天心摇摇头,这碗药没有问题,失效散组织淤血停滞,恶路不行,再加乳香和默药,更有止痛化淤质功效,对应母亲的病症,� 极为适合,她顿了一顿,目光陡然锐利起来,素心,若姨娘是否早就知道,母亲服用的这剂药方,素心想了想,不太确定地回答,此药方是黄大夫所开,夫人没有要求隐瞒,若是想知道,夫人用什么药,应该随便都能问得出来,素罗接口道,药材是黄大夫每次看诊时亲自带来的,一直由西云掌管保存,从熬制到送药,从不经其他人的手,应该没有机会从中做手脚才对,霍天心冷然笑道,做手脚,何须在这碗汤药上动手, 只需知道药物配武禁忌,便足以置人于死地了,素心素罗,我且问你们,母亲是否经常服用参汤,不令间断,不带两个丫头回答,沈穆秋先说话了,不错 那年生产之后,我常觉身体乏力,气短心慌,若秋得知此事后,特地托灵大,找来两只山参,让我服用 难道,问题还是出在山参之上,霍天心面色一冷,轻轻地点了点头,失效散内有一味药,为武灵芝与人参相继,两者长期并用 不但无益,反而会使身体日益受损,穿无草无不顺兮,人生最怕武灵芝,为了毒害母亲 若姨娘还真是煞费苦心,不惜血本,若非她前世心有不甘,学习医术,只怕也看不出端倪来 难怪明明感觉到母亲的身体一直在衰败,却总也找不出与树上中毒相应的症状,良药与补药交织,根本不会产生毒性 又如何能靠把麦查得出来,肃心疑惑地皱起眉头,即是如此,为何当初郡主服用参汤后,身体会有好转? 婢子问过当时为郡主看病的梁大夫,大夫也说,郡主气血双须,可以服食参汤 莫非,那梁大夫是若姨娘收买了吗?这倒未必,霍天心扫过桌面摆放的一堆人参 双眼硕硕,韩生道,母亲彼时方才生产,气血亏空,人参形器补益 最为适合,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当时若姨娘送来的山参,应该是十到二十年的普通餐而已 肃心和肃罗一起点头,她冷哼一声,继续道,年份短的山参,药性温和,短期内使用,确实能受到良好的效果 因此,可以忽略于武林之相冲带来的副作用,但是药效到后,便应立即停用,以免物极必反 拿起若姨娘方才送来的野山餐,霍天心经不住怒火丛生,百年山参药性霸道 非一般人可以服用,再与失效散长期合用,非但不能延年益寿,反而成了阎王的催命符 好一个若姨娘,原以为她只会用些下毒气人的小伎俩 却不想早在多年以前,就这般不露声色地开始动作了 这样的方手段,别说普通的大夫,便是宫里的御医,也未必能一眼看透 难怪前世母亲去世,根本就无人怀疑 谁也不会想到,后宅妇人居然有此医术,得知药理禁忌,更不会想到 若姨娘会先用两只普通的人参骗过大夫 带大家放下戒备后,才使用骇人夺命的真正戾气 肃心和肃罗心中一跳,都大惊失色 连声道,小姐,那可如何是好 郡主她,无妨,既然知道病因,那就好办了 霍天心露出淡淡的笑意 若姨娘所利用的,不过是药性相冲而已 母亲的汤药可以继续服用,只要把参汤停了 我在开些温补滋养的方子,很快就能复原 几日后,霍天心来找沈木秋 她在母亲房中细细地挑着珠子 桌面上,一幅完成了大半的画铺的平整 以细白玉珠构造的观音,活灵活现 眼眸威和,温柔慈悲,母亲 你看这个碧玉珠子颜色如何 她拿起几颗笔芝麻略大的碧玉细珠 放在观音手掌的位置笔画 用一座静平的柳枝,可够鲜艳 停了参汤,又经过几日对症的调养 沈木秋不须人搀扶,便能下床了 缓步走至女儿身边,细细打量画上的菩萨 抓起几颗颜色略浅的玉珠放到画上 温柔笑道,不错 若是再加上这个颜色,深浅搭配 便能更灵动些,或天心试着摆放了一下 乐道,真如此 母亲,您的眼光真真是极好的 这丫头,小嘴像抹了蜜似的 也不知道去哪学的 沈木秋如此说着,心中却是欢喜 在圆凳上坐了下来 拿起一旁的针线开始串珠 肃心肃罗见状不由地交集 郡主,您的身子还很虚弱 切不可如此劳累啊 无妨,沈木秋摆摆手 经过这几日的调养 我已感觉舒适了许多 也肾少腹痛啊 现具老太太的寿臣只剩下五日 若不赶紧这些 只怕这副观音像赶不及完成 老太太信佛 为了讨老太太欢心 若姨娘母女可谓是挖空心思 搜罗了不少各式各样的菩萨 送给老妇人 过去,自己有心无力 席儿又娇憨懵懂 不懂得讨好人 难得她现在有了这般巧思 恰好自己又帮得上一些 当然不能眼睁睁地坐在一旁